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广东话不单止 只有粤语了 还有很多 所以你是不讲粤语的 对我是客家人 讲客家话 所以我刚才那一段 其实很尴尬 也不是很尴尬 经常会看TVB 也上个挺好听到的 我只很好奇 刚刚他说是粤语 请你再说一下 如果用客家话 说123456790 是什么样子 123756790 好像有细微的差别 对对对 然后就更是更内敛一点 对我们广东的话 还是有三大语言的 一个是潮汕嘛 潮汕话 还有个客家嘛 客家话 还有一个就是粤语了 粤语 四号妈妈说 她要学一下客家12345678 四号你学一下 四号你学一下 我听你学一下 对 四号阿姨是湖南人 您先用湖南话说一个123456789 是好吧 123456789 你看就123456789 那我们再来一遍客家话 教一下阿姨 对 一 你 三 七 嗯 这就说到12345吧 一 你 三 四 你 两 这会是把那个吉一说对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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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是不错的 哎呀 很有意思 很为客家话多学学 除了这个身份啊 刚开始让我有点小尴尬 还有一个词 其实我也没好意思问 就是新媒体从业人员 就到底是具体是干什么的呢 具体呀 其实我个人认为的话 是打杂的 就是什么都要汇 新媒体比较全面吧 嗯 就像我的话 我们新媒体人员都要汇 写文案 然后还要摄影 然后剪辑视频 然后拍照 有时候还要写一些创作 还有一些抖音上的创作 那和我们导演 可以去同工之妙 差不多 干的事也差不多 现在要发抖音吗 现在基本上比较少发抖音 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给我拍 当然如果在台上有哪个女嘉宾 愿意拍的话 我很得意的 红尼姐先个推荐吧 我听了你的口音 跟我们这个四号陈文慧 有这个比较相近 文慧也是在深圳那边 是吧 平时 对 是的 我在深圳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们俩认识以后 交往会比较方便 你是不喜欢特别远的吧 甚至很近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吗 现在交通那么方便 国外都可以了 应该蛮合适 有问题吗 第一眼印象之后 你的我们先做第一眼缘分 打分吧 看看各位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好不好 有缘相见 请打分 好 还有阿姨们 也要打出你们的第一印象分 来 请打分 我看到女生这次除了一号之外 后面四个七分 看一下 看一下 哇 好有默契哦 我们看到两个七分 两个六分 一个八分 问一下最高分吧 好不好 五花阿姨 八分 我觉得你挺阳光的 挺 挺上进的 哈哈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什么都会点 那种感觉是吧 我问一下四号阿姨啊 这一轮打了六分 因为我打这个分 我没有对她一个全面的丢结 你等一下升级的丢结以后啊 我再给她打一个固定的分 女生那边一号给的分是最低的啊 我觉得她离我比较远吧 因为我在南京发展嘛 没有啊 南京才直观嘛 南京离广东其实还算近的 比天津要近吗 对 对 我说比天津要近 还有俩天津的 丢脸了地力比较差 那第一眼印象了解完了之后 除了我们五花阿姨已经完美无缺了 我们其他人还需要多加了解 来 短片了解一下 这是我的家乡惠州 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小城市 老板来一个产本哦 加肉哦 在广东吃早餐都是要配汤的 都是习惯的 要喝汤的 有人说年轻人的选择 小城市就是选择安逸 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 像我们刚好就是新媒体从业人员 这些都是新兴行业 哎呀 说实话新兴行业都是 因为根据市场的需求嘛 不管是做电商 做短片视频 做什么 都是要做内容 就是相通嘛 其实就是做内容嘛 刷抖音 刷微博 刷头条 运营直播艺人 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最近那个直播数据啊 大胡下跌啊 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能在你们眼里直播艺人是女生 可是在我的眼里 他们就是我的一个个标情跟数据 毕竟流量才是生产力嘛 新媒体行业绝对不算安逸 对年轻人热点话题 我必须时刻保持敏感 说这一行脑洞必须要大 比如说一盘蛋炒饭很不好吃 但是呢 我会把自己想象成 好几天没有吃饭 又冷又饿 带着这种脑洞去吃 你就会觉得这个蛋炒饭 真香啊 这个的话是我跟朋友一起开的私人语院 我觉得会多年轻人呢 缺少一个比较有年轻化的一个娱乐场所 这个拍照堂是专门给客人拍照的 有很多女生都是喜欢这种粉粉的 还有这个粉红包 他们就会来这里都会跟朋友这样子一起拍照 当做一个纪念那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平时的话是不太常来店里面的 但是有些客人的话 他要搞生日啊或是求婚告白的 这时候就需要我的一个布置和策划 这个的话房间主题房都是我设计的 这里面的灯串 还有这个爹子 还有这个网红修圈 这个墙子都是我爹的 我们是五姐弟 我上面有大姐 二姐 三姐 还有一个弟弟 像我大姐 二姐的话 他们已经嫁出去了 所以都搬出去了 然后的话我三姐嘛 她是在广州上班 我弟呢是在深圳上班 现在的话是我跟我爸妈在家里一起住了 妈今天是什么啊 鸡肉 鸡虾 鸡翠哦 有没有汤啊 煮点汤 什么汤啊 煮点汤 什么汤啊 煮点 煮菜汤啊 我爸妈是很典型的客家人 为我们这几个孩子付出了很多 但恋爱结婚的话题 我还是更愿意跟姐姐们聊 之前我那些恋爱的荒唐事 我姐姐他们都知道 我弟弟呢他是对事业还有对家庭呢 是一个非常认真有责任心的一个人 他还是蛮细心蛮浪漫的一个人 而且我以前发现他还给女生做便当呢 在场的小姐姐对他感兴趣的话 不要犹豫哦 在恋爱里我一直比较情绪化 喜欢谁我就会很快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 结果通常都很惨 我觉得恋爱就是一场冒险 我愿意冒险 这个短片开场那拍的 是不是你这早餐 下次如果再有惠州的朋友 男嘉宾来的话 请带着主持人一起去外拍 点一个粥 点一个凤爪 我觉得广东任何地方都可以 什么汕头啊 那种当地的烟火器的 所有的小吃都在那个走街窜畅里 对对对 太好吃了 你刚刚那吃的是早餐吗 对早餐 早餐早餐就吃成那样 大概多少钱能吃饱啊 二三十万点肯定可以 二三十块小豪华套餐哦 吃饱了之后 就是你这一天也挺丰富的 首先你那个工作是在一个 有好多网红的是那种直播的小房间 是吧 对 那你具体是什么任务呢 我具体的话就是帮助育人 运营这个育人的一个直播数据 比如说怎么样子直播啊 还有拍摄一些抖音啊 制造一些内容啊 就是帮助一个育人包装以及打造 你要包装他们 对有时候就是要这 这怎么包装啊 那我们女嘉宾可以包装一下吗 都可以 颜值都不错 拍抖音的话 我觉得比较适合 他真的是很认真的看着你们说的 那拍什么呢 然后关键是三号好像真的有转行的打算 是吧 他看旗袍的话 我觉得可以拍一些 中国的一些旗袍 或者是古装汉服那样子的一个 IP视频 做不定都会红 那除此之外你刚刚也说还有写公众号 拍那些搞笑段子啊 拍搞笑视频 记录日记录日常生活的话 我就经常有去拍一些抖音的 四号阿姨 你喜欢去操业 操业对于一个年轻人的 年轻人的时候是一种很好的坚证 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 大家直接去坚证 是实在砸手 你看看 总结了你坚韧的 谢谢阿姨的 阿姨我问问 就是他开了一个私人电影院 就是那种 有个房间里面全是粉红色 还有少女 你可以去跟一帮 就是姐妹们一起去看电影 你会去吗 就不用去电影院 喝个茶什么的 我回去啊 可以去一下 因为我最喜欢这种文艺化的 很有那个 艺术深厚的年轻人 我原来带我去看那个 沙迪斯的电影啊 我第一次去接受的时候 她说妈妈 今天晚上带你去看电影 我说电影有什么好看的 家里面就电视卡卡就可以了 她说带你去尝试一下吧 第一次带我去看的 我那个孙子也去了嘛 她说 妈做一下我孙子的约我 看一个选曲目 那个内容 我肯定是不喜欢看 她看那个潮景 那个潮景 那个好像身躯袭景的感觉 能看了这一次 之后说上了眼了 她回来就说 带我去看电影吧 我们就每次每次去看 就这样 机会来 那个接受这个新的东西 哎呦太好了 四号也特别优秀啊 带着妈妈一起去看电影啊 刚刚在VCR里面有看到说 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很多嘛 然后我在想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以后如果结婚的话 你会想过想要几个小孩 一两个就可以了 其实我不像老一辈那么传统 一定要生个男孩 对不起 那你的父母不会对你的小孩 就是你生几个小孩 会不会有建议吗 我会说说服他们 所以他们还是有建议 要你多生一点对吧 就我特别好奇 就为什么他们 就我觉得客家人 就对我的刻板印象 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 普遍都是存在 都是比较多的 其实我们家也不算多啊 像我姐姐同学 他们家十个 十个 十个人 但是撑到第几个才生出儿子的呢 第九个 那你又是弟弟 就你上面有三个姐姐 你父母会不会对你的姐姐和你区别对待 应该会更疼你吧 不会区别对待 我爸妈的话 就比如说早上吃鸡蛋的时候 不会说给你两个 然后姐姐只有一个这样子吗 弟弟你吃鸡蛋吗 姐姐吃鸡蛋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他是担心对姐姐 这个没有 都是平均对待 我们家里的话 虽然说生个多 但是的话 都是平均对待的 但是说真的 你们要生这么多 会不会在择偶的时候 对方会觉得 家里有个男孩子 而觉得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问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嘉宾 她家里也是有三个孩子 然后有一个弟弟 她曾经有一任男朋友 跟她分手 就因为她有一个弟弟 你不会介意女生家里有一个弟弟 因为本来你们家也是这样 很正常啊 是谁里有弟弟妹妹啊 谢谢 其实我觉得你们 有一个误解吧 那个是老一辈的思想 我们青青年一代 年轻的一代的人的话 从来没有这种思想 就是觉得啊 都是男女平等 也不是说一定要生了男孩 所以你觉得 如果以后生两个女儿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对 这是观点性 在年轻一代身上的 一个很大的改转变 不管是在他们那个地方 在我们每一个城市 都有这一点 老我来说吧 我就是生两个女儿 到时候很不情愿 后来妈妈的妈妈的 她又找到了 又成就了 这个时候 我在华丽地把以前的新病 放下来 华丽地把之前的那个 换下来是吧 这话也太诚实了 她用自己的例子来证明了 觉得以前的观点 真的可笑 真的不对 你们现在的小孩嘛 朋友的质量 会达到一定的标准 他们自然是会发现一些 手伸优势嘛 他们辅导不起来嘛 就是孩子生几个 你们觉得比较好 我觉得那现在来说 这都是两个可以了 不管是哪事与 一哈一有不同意见 是的 我就觉得孩子不是说 养多与少的问题 是教育的质量问题 我们下一代 不然或上一代 去相提并论了 我觉得我就是说 尊重孩子 如果说选择是一个 就是一个两个质量 看他的自身能力 或条件去培养 不能是说 那个笼统的 敢说两个三个的去培养 不是的 我们认准的是教育知识 把孩子带上更好的一代 把我们认为一号 各数的话 觉得两个最多了吧 觉得说 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 我要给我的孩子 最好的教育跟资源 我看夏老师举麦了 你是想到什么了吗 对 我是想说第一个呢 在心理学家角度 我是赞成生一个以上 因为两个呢 第一个多个半 他心里不会孤单 第二个呢 因为有两个 可以有个小型的人际社会 他小时候就学会 可能有无形的竞争在 无形的协调在 所以对他以后长大 人格的培养有很大的好处 那至于你要生三个四个 就看你经济能力了 那不过我要强调一点 因为虽然 以前那个重男轻女 越来越少 但是我现在发现 社会越忙 有一个 另外一个现象出现 就是 叫上偶式婚姻 就是有些男生呢 可能孩子生出来之后呢 他就是 不管不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不好 我认为对于孩子来讲 父亲的不管你再忙 你都要抽出时间来培养 你要负起养育的责任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 给孩子带一个最好的家 很对 最好的教育一定是 父母健全 完整 健康的爱 给到孩子 你未来的话 就是说你成婚 环节当中的话 那你会和你的父母 住在一起吗 这个不会的 二号 那你会去别的城市吗 就比如说离开惠州 是说生活还是 对 以后 比如说以后结婚 如果就在外地 然后女方就想在外地 生活不想在惠州 这个要看以后的经济能力 基本上还是比较 相对就是 务实的一种态度 你看你现在做的这份工作 碰到很多都是 应该都是颜值 还蛮高的女生 对 对呀 那你的感情世界 应该还 可选择的人 还是应该挺多的吧 我总共也就谈过三段恋爱吧 第一段的话就是初恋吧 他有一段时间不理我嘛 然后我肯定会想太多吧 想太多的话 那肯定会造成一种 情绪嘛 他就说提出分手嘛 觉得我想太多 第二段的话 就是当我们接触的过程中 然后我们发现就是 他只是需要一个人 他并不是喜欢我 那我就不能在那陪他了 那自然而然的就 自然而然的 你就结束了这个 对他结束了 他结束了 第二段感情结束之后 你学到了什么 要找一个也爱自己的人 对 不能找一个 只因为寂寞跟他在一起 要真正找到一个爱自己的人 那第三 听听第三段吧 第三段的话 就更荒唐一点了 第三段就是 我跟他是一个同事关系嘛 就是他是等于 一个直播的一个达人 是这样意思吗 主持人 接房主持人 突然有一天就是接到一个女生 发来一张他跟 一个一张 他跟一张男生的一个群蜜罩嘛 我确实是知道 他出轨的事实 但是我第一这个时间 我并没有去说去怎么样 我第一件事 而是考虑着如何 让这张群蜜罩消失掉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这张群蜜罩传出去的话 会对女生 一个名誉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不是想着他责怪什么 我是想着如何把这个群蜜罩 这个东西给抹掉 而且我也原谅他了 照理说一个男朋友 对于女朋友出现这样的事情 应该是相当的愤怒 但是你不仅没有愤怒 而且还完全站在他的角度 为他考虑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要去想着 去怎样去补救 才是我们最要做的事情 要理性处理 对 那你后来有跟他 好好交流这件事吗 我主动跟他讲了 我说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处理掉它 我也会给你一次机会 因为我觉得真正 有时候真正爱一个人 有时候会有底线 都会不断地去下降 说真的 这也可以理解 有一些人是会这样 那这样你都下降到这样了 结果呢 结果我们还是粉的 他说我愿意为了爱的人 把底线一点一点地下降 就是我相信好多人听到这句话 可能有人认同 有人感同身受 是吧 就是你们怎么理解 这样的一句话呀 我觉得二号毛嘉宇应该有很多话想说吧 我其实跟他 给了他机会吗 我其实跟他经历也算是类似吧 前男友喜欢上他的同事了 我其实 对 我其实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属于那种 就是很讨厌背叛和欺骗的人 然后但是后来想想 谁的神生中 会一直那么 一直爱那么一个人 肯定会有其他的心动的人吧 但只要能回来就好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愿意为了他去 去努力让自己去接受一些东西 其实你不仅这个 你还有很多其他跟他相处的细节 也是一次次的 让自己的底线变降低 对吧 他比较 比较介意我和男生有交流 同事啊 同学啊都不可以 然后他就会都删掉 然后 他删掉还是你自己删掉 他删掉 他把你删掉 嗯对 他就帮我把微信里边那些 他觉得不好的人都删掉 这种事儿你都一点一点全妥协了 是吧 因为我觉得 既然都跟他在一起了 其他那些人没有必要联系了 就是也无所谓 因为 因为可能人的侧重点 如果在一个人身上的话 别人可能 你这就是赢了你 输了世界又如何 是吧 反正你是赌一把嘛 天哪 就是爱就爱了 爱你本来就是他妈 夏老师看得一头雾水是吧 我其实我教你一个方法 就是你觉得界限分不清楚 或这是不是爱 其实你就是将心比心 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的对你的女儿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能接受吗 如果你不认同的话 那你就知道说 原来这样自己的 现在的动作是愚蠢的 不是爱的 因为他对自己的孩子的爱是真实的 而这个真实的爱 能看清自己的愚蠢 你接受吗 如果你不接受 你就知道说 我这个不叫付出 不叫爱 而是低自尊 而是牺牲自己 而是屈就自己 那这份感情 我宁愿不要 这就是坚守你的界限 而不是降低你的底线 是好了 不要为了一个不爱自己 或者不够爱自己的人 去不断地把自己变成 变得很狼狈 其实当你不断地 为了去满意别人 妥协自己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你 其实已经非常难看了 5号 就我觉得我会 就是长够了失望 我就会离开那种 你能说一下 你之前的就是 最给他放的最低的 那个底线点是什么 因为我之前谈了一个男朋友 因为当时是异地嘛 然后就是我是在沈阳 然后他是在天津 然后我 因为我们就总吵架 总吵架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去 我要去挽回他 我要去 我要见到他 我要去跟他解释这个原因 我想跟他在一起 我想好像跟他在一起 但是就是我每次回来 就是也没有得到 我特别想要的答案 我最后一次去找他的时候 他就是对我爱答不理的 就是当时我真的觉得特别是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为一个人去放弃我所有 因为我那边还有就是一些自己的工作呀 然后什么事情 但是我都要为他去放弃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为这个人去放弃 他已经不值得我这么说了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他了 这也属于就是说 还是知道那个临界点在哪里的 已经到了自己再也接受不了那种感觉 一般懂了 当你放不下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把他的缺点给写下来 万一他不会改 你继续每天跟他吵架 还要求他 还要降低自己的自尊 这种生活是你要的吗 你会发现你想一想 你会发现这不是你要的 然后就有可能就把他给放掉 这是不是你要的生活 而不是说你要不要这个男人 因为你看这个男人就好爱他 我说实在我也爱他 就好像我们都爱父母 但是有些人并不爱跟父母住在一起 夫妻住在一起的生活对吧 就只问你要不要这样的生活 先不问你爱不爱他 你要不要跟这样的缺点的男人受挫 屈辱 然后这样的生活是你要不要的 你会发现你不要这样的生活 不管每个人有怎么样的想法和经历过 怎么样的爱情 都会成长 都会成长 而且这个事换句最不好听的话说 其实应该是自私的 这个自私不是你不爱对方 而是你应该更爱自己 就但凡如果在爱情里也好 在友情里也好 在亲情里也好 哪怕你对自己伤得太深的时候了 就别再伤害自己了 这就是那个底线 现在这三段都走出来了 之后就有没有想过 到底要找个什么样的呢 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啊 可以一起吃早餐 一起在你的电影院看电影 或者去外地再开疆破土 我觉得的话感情 那就是只有两个字 就是相互 相互一起慢慢变好 相互一起慢慢努力 然后的话相互一起监督自己 各自监督 对不对 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感情 特别能理解 他说相互这个事 因为可以想象 他前面的三段 确实都是你付出比较多 都是好像他 你爱他们比他们爱你更多 所以很想找到一个 在感情当中对等的 找个平衡点 平衡点的特别重要 那所以接下来 最后一点时间 缘分争取 是的 我是一个比较 有疑似感的 热爱生活的一个男生 如果是说你愿意 跟我在一起的话 每天可能会有意外的惊喜 就是这样子 你生活在一起 会很快乐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 第二次表达心意的时候了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 各位妈妈 打出自己的满意分 来阿姨们请打分 阿姨们打完分了 接下来五位女生 请考虑 要不要为东亮留灯 请选择 哎呀 女生们没有留灯到最后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 阿姨们第二轮满意分 究竟打了多少呢 来请亮分 阿姨们的分数分别是 七分八分六分八分和七分 也就意味着 没有阿姨打出十分 愿意再给你一个绿色通道 去了解他们的女儿 所以好遗憾 好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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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下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好 我是刘明君 来自三东 明宜 很久没有来圆寸的帅哥了 我觉得男嘉宾的形象 跟我想象中的模式 是真的完全不一样 印象当中好像要不就是输个辫子 要不是大背头 是吧 我想问男嘉宾 为什么会想要留这么短的头发 之前也是留那种分头 或者是短 比较短一点的 比较长一点的头发 想留给 因为每天要弄头发 要弄半小时左右那样 很长时间 所以留给更多的时间给工作 这样 阿姨们对于这个男生第一印象 那个男嘉宾 你的狗子是长得很帅气 但是 对于你这个 过在这个 撒那个模式的话 好像有点骗局似的 瞎子扎压眼睛 一朵花就出来了 还能重新再变一下吗 重新变一个更厉害的好吧 更厉害的可以可以 你看好 什么都没有对吧 真的什么都没有 就要打个响指 打个响指 给你比个心阿姨 变成了两颗心 真的真的白白的 就能憋屈一朵花 真的很神奇啊 真的 哎 那你真的说 为魔术师这个职业 你有没有还能再 变一变的进井魔术 有今天 我特地准备了一段 个人非常喜欢的魔术 那我们就掌声 欢迎你变一个魔术 好不好 有名字吗 有它的名字就叫做魔术 速度的速度 首先呢 请我给大家介绍一个 风靡世界的智力玩具 在这里面 Rubis Q 魔术方块 世界上每一个三级魔方呢 大概有 4325亿种的排列组合方式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色块 棱块 欢迎它 今天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叫做快速还原机 长得那像一个普通的袋子 只需要把这个杂篮无比的魔方 放到里面去 不需要做任何动作 只需要在空气中打一个响指头 你看这个魔方 就神奇般的还原了 谢谢 你这个肯定是带子里还有一个 对啊 倒一下倒一下 这个没有啊 你手捏度了 来 清零 打一口 哎呦 哎呦 就没有就没有 谢谢 哇 这就厉害了 你看 那个那个能捏坏 能捏坏的吧 好 就没有 谢谢 参考研 哇 可能 我怀疑我的这个魔法也是道具的吧 我想请现场的进行主持人 检查一下好吗 检查是不是普通的魔方 看起來是喔 看起來是喔 好 OK 打得越亂越好 接下來我想請一位女嘉賓可以來到台山吧 OK 好 我希望所有人的面把這個魔方引著越亂越好 對 讓大家都看得到 對 亂到不能再亂為止 好嗎 你這邊已經不能再亂了 亂了 對嗎 OK 我再給他驗證一下快速還原機的威力 我們可以檢查袋子嗎 一會兒會給大家檢查的 放進去 現在不能看是嗎 怎麼做來的彈個響指頭 重點 為什麼沒有掌聲呢 哇 太神奇了 哈哈哈哈 沒有這個魔方的話就真的不可思議了 哇 我剛才 今天準備了一個 還原的魔方放到裡面去了 OK 接下來像這樣子 這是你剛才打落的那個魔方 好 不開玩笑了 真的正二八經的來 請你把這個魔方緊緊的舞在手裡 好 往前一點 好 不需要做任何移動舞在手裡就可以 大約半個小時左右的樣子 沒那麼長沒那麼長沒那麼長 剛才還原好這個魔方 我在背後嘗試一下打亂 OK 差不多了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 只需要把這個魔方往空氣當中拋 這個魔方會瞬間還原 而你手裡的魔方 不需要做任何動作 也會順其辦法還原 怎麼可能 看好 仔細看好 一 二 你如果耍我後果很嚴重 我跟你說 OK 在魔術世界 魔術式的世界裡這樣就叫還原 大家為什麼好像沒有一點表情 好冷喔 可能大家沒有完全理解明白我的意思 這個魔方有人碰過嗎 還是他原來的樣子沒有任何人碰過 我剛才開始有講過 每個3D魔方大概有4325億種的排列組合方式 記得嗎 記得嗎 OK 你打亂的魔方和我打亂的魔方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所謂的還原的意思 一樣嗎 你會發現 發現有一面 你要針對的是一樣的 魔方顏色排列組合 一模一樣 一面一樣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第二面 都一樣 第三面 第四面 第五面 第六面 完全一樣謝謝 還沒完還沒完 你哪個手最有力氣 右手最有力氣好 給你一個熱 得了耶 檢查一下這塊黑色的手帕 有沒有任何的機關 有沒有加成雙面膠之類的東西 沒有對吧 我檢查一下 接下來我想請您吧 右手高高的舉過頭頂 對舉過頭頂 讓大家都看得到 這個魔方 仔細看好 接下來 不要眨眼睛 我會在背後嘗試一下它還原 一 二 各位朋友們 如果沒有錯的話我想它已經還原了 但是這還不是我想要給大家真正留愛的魔術 看這個魔方 如果你把它這個也還原了我當場把畫筒吃掉好不好 吃吧 吃吧 我當場把畫筒吃掉好不好 我就吃這個畫筒 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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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雲我給了你時間 你現在 我太嚇人了我打包回去吃 這就是普通魔方 他怎麼會把它拿那個黑布包起來在他手裡沒有動 你說說你被人這樣變魔術 被人操控的感覺是怎麼樣啊 我先說一下我真的不是拖 雖然不知道他怎麼弄但真的很厲害 我都看呆了 你不覺得嚇人嗎 你手裡拿了個這樣的魔方然後蓋了個布 我覺得很 他很有可能把你手也整個變美 你不覺得嗎 我覺得很神奇 就很厲害啊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清雲的錢編到我的戶口裡 清雲的錢可能還不如你的錢 你掏吧給我給你掏吧 這樣 那你最後如果一旦沒有女生亮燈 你把燈都變亮好不好 我嘗試我盡力 我們還是得送點掌聲好不好 很厲害啊 魔術師在台上如果真的垮掉的話 很尷尬的 所以他每一個點都是精心設計的對不對 是會一步一步震撼你 所以你是大學是學魔術專業的嗎 不是 我大學和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你學什麼的呢 我大學是學通信工程 然後在大學裡加入了魔術協會大二 然後也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了會長 因為有社團成為了會長 然後慢慢帶領一批小夥伴 我們一起互相學習魔術 好 那我覺得把這個愛好變成自己的職業 的確是一件特別幸福的事 這個男嘉賓還有其他的資料可以了解 在了解之前 首先請各位女生對她做第一眼緣分的打分 有緣相見 有一點喜歡你 今天女嘉賓還有阿姨們打分 好 好阿姨們的第一眼印象分是多少呢 好請亮分 請阿姨們亮分 怎麼有個三分 我也是莫名驚叉了 我們就直接問吧 我不是對她那個人打三分 我是對那個行業 那個人 她過在那個台上撒著那個墨序 墨序 引起我一個法感 那個瓜哥很認真地看著你 結果你還在騙人 哈哈哈哈 在那個道具中間抓了一個阿姨 怎麼阿姨一下就變了 所以這個好像是個騙人的 阿姨覺得你在逗她玩她不高興了 阿姨您好 然後接下來我來正式地給您解答一些您的一些疑惑 魔術呢 魔術師是我的這樣一個職業 您的這種質疑呢 剛開始我的父母也是存在這樣的 然後我在大三的時候 那時候去參加一個市集的達人秀比賽 然後也是通過自己大學的這些努力 去拿得了這樣一個冠軍 舞台上我們台上做役 台下做人 這是完完全全分開的這樣兩個事情 哇 這個話說得好 這個 這個寶福很合理很滿意 太好了 謝謝阿姨 有很多的偏見 都是需要時間通過細節去印證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但是我們可以從多維度進行了解 我們有一個短片 阿姨們 姐妹們我們來看一看 關於她的資料 人生最美的事情 就是體驗神秘 好 這樣拉好就可以 好 那就是準備魔術 在裡面嗎 在裡面 對吧 仔細看 這邊出不來喔 這邊也出不來 很多人懷疑我這樣拉的時候 不能出去 其實根本沒有 還在裡面 對吧 拉平一點 盡量拉平一點 無論我怎麼拉你都不要動 一 二 三 掌聲 謝謝 來 送給你 為什麼我沒有呢 那我送 那我送你一個擁抱好嗎 好 好 媽 為什麼沒有呢 好 來 給你一個擁抱 我叫劉明君 目前是一名魔術老師 通過自身的表演 讓身邊的孩子們獲得歡樂 這是我一直所追求的 因為我曾是個內向的孩子 通過魔術 我逐漸敞開心扉 變得開朗 變談 在一次機緣巧合下 我開了一家魔術館 目前事業屬於上升期 月薪一萬左右 我談過三段戀愛 都與魔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它不僅讓我收穫了愛情 同樣也讓我失去了愛情 人生百味 這就是魔術帶給我所有的喜怒哀樂 生活中我是一個普通的人 有著和正常人一樣的性體愛好 熱愛運動 開心的時候會表現出來 不開心的時候會獨處一段時間 自我消化 我心意的女生呢 我希望她能夠溫柔體貼 當然兩個人也要互相體諒 互相扶持 不需要她長得多麼漂亮多麼好看 兩個人只要聊得來 互相欣賞就夠了 你剛剛也說魔術帶給你的喜怒哀樂 是吧 成也魔術 敗也魔術 真的 我們就來說說吧 喜怒哀樂 我們先從弄說起好不好 這個要講到我 大學裡面人生的第一段練起 當時交往了一個女朋友 因為有時候表演魔術 練習了新的魔術 非常想給她展示 看她看一些效果 但是她就特別想要知道背後的秘密 她越想知道 我越不想讓她知道 她越想知道 我就越不想讓她知道 後來就有點矛盾產生 最後就是因為她想揭秘 不想揭秘就分手了 對 我覺得有點侵犯我的原則這樣 職業的底線 是嗎 是 自豪立馬舉手了 就是你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解決她這種提問 就是你不想讓她知道 但是你是怎麼回絕她的 魔術就是靠秘密 才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下去的嘛 所以魔術師的工作 也是要保護好魔術的秘密 以後還是會遇到這種問題的 她還是想知道 可是她們不一定學的會啊 她只是想揭秘一下 讓你會告訴她們嗎 也不會 還是不會 不會 那你有想過用什麼樣的方法 就不會讓你們兩個之間 因為這種事情在吵架 在分手嗎 我覺得她要能尊重 要用我的這個工作的特殊性吧 首先要理解我從事的就是這樣一份 特殊的職業 如果都不理解的話 兩個人也不太能走到一起 其實有的時候你這樣子的行為 是滿傷女孩子的心能 因為在我們心裡 男朋友可能是自己很親密的人 就是說我們可能 並不是想知道你的行業的秘密 或者怎麼樣 我們是希望說 我跟你之間都有一個互相坦白 沒有任何保留的 只是希望我們倆之間沒有秘密 對 其實我不在乎 我並不在乎你的行內秘密 或者是怎麼樣 我在意的不是那個東西 其實有很多行業都涉及到 除了我之外 就算我最親的人 也沒有辦法知道我工作的 真實的一些情況 對對對 包括夏老師就是心理專家 其實有一些客人的一些 私密的事情 剛才你嘉賓說 我跟你最親的可以分享 是 因為職業是有職業操守的 心理諮詢師 我是不可能跟你說 我的個案是內容是什麼 但是你硬要跟他吵 我覺得反而是你在破壞這個愛情的關係 不是他在破壞 就是不僅是破壞 而且並且其實是 你沒有對他真正的尊重 就我說除了他這個職業之外 其實真的有很多職業 他們確實是有一些原則 沒有辦法就算是對親的人 也沒有辦法分享這件事 我們講講喜的事吧 我在上大學之前 玩魔術之前 我是一個超級內向的孩子 我都不太說話 然後我和女孩子說好都臉紅 然後魔術代購的改變 因為我需要去給很多的人表演 所以也是慢慢 他給我一種能量這樣 給我一種性格很大的改變 這樣子 所以這是你性格的變化 那樂是什麼事呢 就是樂於助人 可以這樣講 曾經的一段經歷 會遇到那種比較自闭的 有些比較自闭的兒童 也不太和父母交流 因為他本身身體可能有一點問題 接到的時候不太說話 也不和父母交流 但是有時候和父母交流的時候 脾氣很大那種小孩 但是他們看完表演之後 他們眼前會有那種 閃光 所以他會對魔術師很佩服 我就說了這樣一個徒弟 說這樣一個徒弟 是一個自閉症的孩子嗎 對 他很聽我的話現在 所以現在 因為我慢慢給他講 是長時間的這樣一個接觸 從我的性格慢慢影響他 他也慢慢越來越聽父母的話 這樣 謝謝 用一項技能去找到可以幫助 另外一個群體的一種方式 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挺棒的事 因為你真的覺得可以幫助到他們 所以現在如果你選擇一個女生 陪伴著你理解著你 她是什麼樣的女生呢 希望她比較能夠溫柔體貼 當然能夠還是尊重我的職業操守 緣分爭取一下 媽媽現在在家沒有工作 然後爸爸的話在外工作 這樣上班 上班這樣子 我奶奶 因為我奶奶年紀挺大的 已經95歲了 所以我媽媽要在家照顧她 對 我也希望我心醫的女生能夠 就像我的媽媽和我奶奶的關係 像那樣和睦這樣的 來我們來先看看阿姨們的 打分 最後的滿一分 滿一分 請阿姨們打分 打好了戰時先不轉過來 女生們請考慮 好 請亮燈 四號亮燈了 那 場上現在有一盞燈了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阿姨們的打分 如果出現十分的話 是有綠色通道的 來阿姨們請亮分 我們來看一看阿姨們的分數 目前轉過來的都沒有十分 哎呀 都沒有到十分 所以沒有直接進入綠色通道的女生 那現在就留下了我們的四號 陳文慧 恭喜你還是進入男生全力 原來是你 接下來的兩分鐘時間裡 你跟陳文慧進行一對一的問題交流 計時預備開始 我的工作時間不穩定 因為我有時候出去演出 有時候半夜兩點三點才回家 你能接受嗎 我覺得這個沒有關係 無論什麼場合我都滴酒不沾 因為我從來不喝酒 能接受嗎 我覺得有些場合 就是適當的喝一下酒還是可以吧 那如果是 就比如說長輩要跟你喝一杯呢 我也不喝 因為我 因為我們湖南人是很喜歡 就長輩啊 那些在過節的時候 是比較喜歡勸酒的 然後他一定要跟你喝一杯怎麼辦 這個 這個倒不是因為什麼特殊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身體 我對酒精嚴重過敏 嚴重過敏 是嗎 很厲害 那還是別勸了 好嘞 喜歡吃辣嗎 可以吃辣可以 好 喜歡做飯嗎 最拿手的菜是什麼 不喜歡做飯 超級不喜歡 好 就是戀愛後女方可以公開 願意嗎 如果是馬上公開的話 我覺得 我需要兩個人穩定之後再公開 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有一個不太好的小習慣 我喜歡把髒衣服攒成一堆之後再去洗 能接受嗎 我不知道你說攒成一堆是攒多久 一星期 一個星期 對 就那些襪子什麼堆成一堆嗎 襪子沒有那麼多啊 一星期也沒有多少雙 呃 我有點不能接受 好 會比較注重節日禮物嗎 呃 會吧 我覺得節日這種東西兩個人都要相互準備 好 平時喜歡運動嗎 還好 願意合覆 偶爾同處嗎 嗯 偶爾可以長期不行 好 謝謝 好 時間到 這個問問題的環節感覺 問出點事啊 好多答案都不太匹配啊 有一個問題是那個想公開 你是打算什麼時候公開 呃 和我的想法也差不多吧 穩定之後公開 我剛才想問他 因為他有時候我會不會做飯嗎 嗯 然後我是我是真的不喜歡做飯 我想問一下男者兵他會做飯嗎 你會做飯嗎 我會做 呃 但是你能接受就不做飯嗎 你朋友 可以可以學一點嗎 大家一起 我我做菜 你洗菜這樣一起做 一起是吧 那洗碗呢 洗碗我可以做 哈哈 收到 我發現這個事特別有意思點在於 如果 倆人要特別對眼的話 你聊什麼都是帶著那種小氣泡的 但如果那種兩個人要 現在這感覺是不對了 立馬變成那種 我逃一點 你逃一點 然後你逃了 我立馬再追一點 這個很微妙啊 你亮燈的理由是什麼 起碼到快問快答之前 對他還比較滿意對不對 呃 我覺得男者兵就是 就在很多小細節上 我覺得他非常有禮貌 還是比較有禮貌的 然後我覺得也比較有責任感 就還挺好的 就除了那個魔術的秘密 不能跟女朋友說出來 但之後我也聽各位老師說 之後我覺得講的也非常有道理 其實我也沒有說 一定要就是追問到底 這個這個不是重點 所以我覺得 留燈 那 那就太好了啊 我們就不用 瞎擔心一些了啊 好 接下來你可以選擇上去暗滅它 或者告訴我們你要留燈 就不用上去了 好不好 考慮一下 謝謝 謝謝 每天 就是要讓你熟悉 我還要車子 看著我們 對 你 你測過 很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